大家好 我是通風老套義放底子 帶你一起吃美食 台南 興奮嗎 超級 我設計了一套我自己非常愛的行程 台南的新玩法 這次我們安排去幾個地方 有古物店 還有質感的藝術小店 或者是一些饕店 這三個我們全部都有一次顧到 就在這個三天兩夜的Vlog裡面 告訴你一個台南的新玩法 我們這次跟台南藝博 也就是R台南合作 找了一些適合我跟果果的店家 R台南呢 其實我們每年都會參加 他們在台北的藝術博覽會 叫做R台北 我們就是會去看看展拿 但買不起畫 還不行 以後啦以後啦 我們為未來做準備 對對 為了成為長家而做準備 今天呢 要跟這個R台南一起合作 他們之後會有展覽 那今天我們就來走 藝術 跟質感 連住的 都不能馬虎的 超棒 完美行程 真的不行耶 我一看到招牌 我超興奮 還要被狙擊 這間叫做 O-O米糕 我超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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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台南 你想像中的米糕 就是一碗飯 然後上面有淋魚送 然後再淋肉上去那種 這一次呢 吃到的是不太一樣的 它是Dana Vigo Dana Vigo Dana Vigo 跟Vigo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是用桶子 撞的去蒸它 它可以吃到兩個層次的口感 它炒料非常香 它有用香菇 蝦米 油蔥 爆豬肉的香氣 蝦米香跟香菇香 非常Balance 我覺得它的炒料 就是很像南部這種味道 就是我奶奶包的粽子的味道 吃了一口就真的會很想奶奶 這個魚丸吃下去 就是有絲木魚 就在感覺 那咖啡下去是絲不絲的 然後整個魚丸非常的扎實 我沒有很喜歡吃魚丸 但是這個魚丸可以是我的 人生前三名的魚丸 這個盤子 超美的 它們是自己做的 非常可愛 很像在一個奶油的小島的泳池裡面飄浮的感覺 你有覺得吃一個甜點很像在看展嗎 所有東西都是藝術品 對 它們是整間間的根紋 還有它的音樂 非常舒服 對 我心在不抱緊 一直被抱緊 太喜歡了是不是 太喜歡了 太喜歡了 我覺得這上面在船邊就是 弄出來的活動 很特別耶 我喜歡它下面是奶酪 它奶酪非常滑順 如果它是百香果口味的話 我一定會馬上干杯 它必須得收 現在要認才華兄妹了 它是我哥哥 它是我妹妹 嗨 我其實主要是在做配樂 我妹妹是做動畫跟甜美設計 就是跟生活我覺得是比較融合在一起 我就被這個理念打到 因為我就是喜歡吃小吃 然後我也喜歡看展 如果可以把這兩件事結合 就是這間店的 OMG 喔喔 不小心太有才華了 大家記得要來喔 現在我們要前往下一家 道勳哥的那個朋友開的 叫小豪 我一進去就要跟小豪打招呼 小豪是一個很喜歡音樂跟黑膠唱片 四四拍是一個很酷的空間 然後我現在在的是 他們的一個小小唱片行 然後這裡面有賣小豪 他自己收藏的一些黑膠唱片 電子樂的CD這樣子 一樓他們有用餐的空間 然後二樓就是他的DJ教室 然後會教大家怎麼回應 我覺得這空間實在很有感覺 很像白天的酒吧 四字拍最厲害的好像就是他的氣泡影 嗯 屁股合作的 喔喔 他有餐飲料 喔喔 有 有藝術可愛的感覺嗎 沒有 草莓多多的味道很好喝耶 奶蓋跟那個氣泡影跟草莓醬已經融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氣泡影很細 這個我 這是別人去微醺的時候 我哥剛剛演示不要這樣子 他在抓包 台湖酒燉雞 在燉這個雞之前 他有先把雞皮煎過 所以你吃下去會有雞皮的焦香味 是有一個啤酒的香氣會沖上來 但他主要的底蘊是香料的味道 我最喜歡就是這種酒味入菜的東西 你看它裡面的起司 它是我喜歡的那款噴嚏淋 因為有些噴嚏淋外面非常硬 硬到我牙齒不好 它就是濕潤款的 我覺得這就是一套brunch 嗯 或下午你跟朋友剛睡醒 嗯 然後 吃個早餐 對 朋友會很想喝 你們自己想像 他的氣泡影真的很厲害 非常厲害 然後他的水蜜桃是優格 海桃優格 氣泡不是那種很粗很粗 很蜜 對 很細緻 試試拍是氣泡影專家 是 那個氣泡的細緻感 跟他的音樂的細緻都是一樣的 小二有才華 然後他是有在做DJ 然後有在跑活動這樣子 然後有在教大家怎麼當DJ 過 我們下次來 可以在台南 特色小吃 你說的是不是 真的真的真的 跟DJ打過 我的四方 這個 你的四方 你的四方 小喔 結束就來 好現在 現在就可以加 可以關機了 再見大家 掰掰 我新交的朋友們 OK Ana 因為我知道Ana前陣子開刀 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問她 我就等到時間到了以後我才問她說 妳好一點了嗎?妳可以走了嗎? 她說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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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結果剛剛我們見到她 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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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可以走 妳要不要介紹一下妳家廁所 好 沒有 就是愛心房 IT窗的房 然後裡面就整個就是跟我那個 你知道住院的時候的音樂的領域是差不多 因為訂的時候就真的設下愛心房了 結果沒想到 非常適合 對 非常適合 Ana 我今天可以好好的洗澡了 對她剛剛很開心說我終於可以洗澡了 不要坐在地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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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是除了有愛心廁所之外 我們還附一個看護這樣子 來喔 我們現在先吃一個 江 妳愛江的女僕 好幸福喔 這好嫩 然後 看到我心飯的表情 要跟曖昧對上來嗎 對 Ana好吃嗎 好 好 我很少聽到妳就說這三個片 很嫩 很嫩喔 肉很好 它的肉片很厚實 咬起來很有咬勁 但它我覺得狙擊我的是湯耶 今天家裡來聚餐會想吃這家 它湯爆好了 欸 香菇丸很好吃耶 它裡面還有再包一層耶 然後會炸汁的那種 喔 它是環中丸耶 這是我吃過 主一主二好吃的香菇啊 Juicy 有料流出來了 是不是很好吃 有 很好吃 魚廁很好吃喔 妳真的超好吃 我第一次吃魚廁耶 超喜歡那種味道不一樣 可是好好吃喔 而且它的湯 魚漿味會先煮到湯裡 它的肉這樣化在你嘴巴裡化開 會成立魚車賢會嗎 又又又來了 我想說為什麼來這邊會點蝦 老闆剛剛看安娜漂亮就拿過來分耶 真的嗎 每一桌它會看一個漂亮的湯 真的嗎 每一桌都有 地公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你說什麼 跟果果一樣 居服飾 只有它Google居服飾 還真的有 但它叫做宣服居 它就是只有賣兩種 紅茶 分滿茶 小孩才做選擇 當然兩杯都要 好喝 微糖好喝 是我喜歡的味道 紅茶味道 它就是很順 就是妳喝一口進去 會想要在水巴這樣 竖一竖 再放進去的那種 而且它的茶 不是茶味有煙燻味的那種 它就是順口的紅茶 苦茶味 很好喝 我錯怪妳了 妳點兩杯不委託 嗯 我等一下還打算再走花椰一杯 有一個很神秘的空間 上面是古物店的民宿 這裏根本就是孩子天堂吧 我小時候見到這裏我會瘋掉耶 這有太多東西 太多東西 太多東西了 很晃喔 不急 美娜從來沒有那麼認真過 她跟我拍片出來 從來沒有這樣 安娜你以前是不是有嚼過這個 沒有 妳是不是真的有嚼過檳榔 我啊 都有 那有人喜歡吃這個 好 必高公子 有時候會吃這個口香糖 那我記得妳有噴進去過 嗯 然後你有一次就問我說 我蹲進去了怎麼辦 慢拿大豬公 快 大豬公 大豬公 欸 很讚欸 以前是老闆夾兩天 然後放在小袋子裡面 小時候才這樣子 大人的時候要這樣吧 對啊 是不是 大豬公 然後晚上要來小酌一杯 因為有Anna在啦 還有果果 畢公也喝酒 我就來吃下韭菜的 我其實是平常不太喝酒的 但是像這種氣氛酒 我是會喝的 這是我喜歡的酒欸 因為它很像美酒 是用白蘭蒂當雞酒 然後他們剛剛跟我說 他們放了紫蘇跟蘋果 是太難以撥的熱鳥 而且它上面還有一點點泡沫 非常綿密 非常順 我今天跟那個好有緣喔 都找味 喔 有欸 有欸 打聲然後他鼻子吸著 我有增添一點頭 這有嘴巴爆開 那妳敬大家一點 Anna本身也是在罷工做的 會計師下班後 對 會計師下班後 你們可以去高雄找他 想知道他是什麼爸媽 撕我 撕 今天很復古欸 妳這杯叫做什麼 叫做神仙樹口水 喔 蠻像的欸 它這是它的蜜瓜口味的 它好像酒精濃度最高 今天是神農來買醉的 妳的是什麼 妳的吃什麼 妳再說一次 是 好棒喔 謝謝 請問我們剛剛吃完牛肉火鍋過來 這海南雄好吃欸 它是還吃的那種 中間是包冬粉 喔 真的耶 好吃 我以為它薯條是蜂蜜芥末醬 它的薯條是鹹蛋黃醬 對 有夠好吃 這是魔爵生乳酪 這是帥氣的夢魂 哈哈哈哈 我覺得它這個滷肉是處於清爽型的米粿 然後裡面 感覺像有放殼桃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味道很濃 來上次 哈哈 這次找Ana來入住四人背包客房 這真的基本上是隱藏版的住法了吧 很少有人看到有人在介紹有愛街 大家通常都是介紹套房那種 我們來住的就是這種四人的背包客房 超讚 這空間神大很 我們直接四個人包一個房間 一個人享有一個單人床 拉開門臉 Ana秀給他們看 很讚耶 還有一個小燈 然後還有一個儲櫃 有自己的衣架 自己的毛巾 就是連長被子枕頭 重點是一般背包客房 通常都是會有 比如說 6到8人 8到10人 10人到12人 那他有一個四人的 你們就可以享有這個空間 而且剛剛為Ana來說 我們擁有一個 在那邊討論蝦香吃什麼 再一起出去 這在台南是非常重要的會議 對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 他們每一個入住的房客 他們都會附上一本書 坐環Proposal 然後到這邊 進行會議 然後你們四個再一起出門 為什麼說這是隱藏版 這是可以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他CP值真的是 爆高 雖然定價背包客一個人 晚上是1500塊 但是他有時候有優惠的時候 你900塊就可以訂得到 最喜歡的就是 三樓的公共空間你可以用 還有廚房 還有吃飯的地方 還有露台 你還可以去曬曬太陽 或晚上坐在露台 喝喝小酒 然後結束回來以後 你回到你自己空間 又夠大又獨立 900塊 你可以享受這全部的東西 Oh my god 那個空間真的是很重要 我們這是愛啦 愛 背包客吧 露台空間 Oh my god 還給我乾濕分離 對還給你外面一個小空間 可以讓你穿衣服 不會踩得濕濕的地方 他還有一個鏡子 這麼優秀的音樂空間 我給100分 這邊就是友愛街 然後我們現在下午呢 要來參加他們的走街活動 好 那我們開始我們今天的走街導覽 直程大概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這邊是永樂市場樓上 之前我跟Fred還在這邊一起拍過照 然後那時候不敢上樓 我現在很想上去 小管家有教我們上去的方法 今天新玩法就是要教大家怎麼上樓 好像這邊上去 其實有點可怕 還有一個樓梯口可以上來 我突然想到一個電影 有些影集 這很像天橋上的魔術師 上來沒有搭那個樓梯 可怕 然後上來很通透很舒服 還有一些神秘的咖啡 你看每個人在這裡 這個可能是那個爆色老闆 老闆說這是芒果的套袋 對 而且是金黃芒果用的 好可愛喔 一定要鼓起勇氣 上那個樓梯間了 因為上面太多驚喜了 我還帶了一些驚喜回家 太喜歡了 今天晚上我們要在這邊吃飯 這邊是可以休息躺的地方 三樓的公共空間真的超讚的 當初我們就是被這邊也迷上了 外面還有露台 晚一點出去開喝 很美 真的很美 我們要吃晚餐了 開吃 我跟妳說有新朋友 Chloe耶 她今天跟我們一起吃晚餐 Chloe是之前友愛街這邊的小管家 大家知道三樓公共空間都會配一個 很美麗的小管家 很棒的小管家會關心妳的生活起居 關心 沒有啦 我們是很愛找客人聊天 沒錯 剛好那時候友愛街剛開幕了 一陣子之後 我們來的時候Chloe就跟我們打招呼 之後就變朋友了 唱聊耶 我當天還直接入住 然後一起玩 你們那時候是與我在開玩笑 對 因為我們玩桌 有已經有點開玩笑 就想說要不要一起玩桌遊啊 結果就真的一起玩 就說好喔 那我住下來喔 然後就立刻下去Shaking這樣 對 沒錯 超幽默 玩到跟小管家一起 我們第一次見面就一起過夜 然後我們一起過夜 早上是不是還有吃早餐 對 還有一起吃早餐 所以我們今天就算是有點久別重逢 這個畫面好感人喔 我快哭了 我們是要那個前後比對圖要放上去 有這個圖 有 我們合照有 好漂亮耶 很會使用廚房 像提桌的一樣 沒錯 沒錯 這就是目的 今天我們這整桌是豬桌耶 這個是豬桌 真的很豬 有愛鹹酥雞 這是必備的吧 紅公公的香腸 好好吃 紅公公Chloe講了五年吧 沒有那麼久啦 三年多吧 配這個河粉 他們這是酸辣口味的 那這個的話它是椰香酸辣 配牛肉 生牛肉 越式豆干 然後我們沿路回來買了白糖粿 白酒海產 對吧 對 海產 它有粥 這是意念 然後這邊有他們的海產粥 讚 而且也比愛街超緊的 散步 半夜肚子餓走過去 立刻可以買 OK 好像是滿適合當宵夜的這個東西 在台南真的不會惡動 幾集 老闆娘跟我聊開了 送我的 櫃蝶 這個很好 而且它櫃蝶好大 因為我長得漂亮 嗯 好 謝謝 我們開動囉 我沒有被送過耶 合理嗎 Chloe這個等級沒有被送過 跟老闆娘聊天就被送過 合理啦 合理 你如果來住友愛街 然後晚上有點睡不著的話 你下來書店逛逛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沒有人跟你搶這裡 台南人的早餐就是這麼樸實五花 這個超滑的好不好 湯是洋蔥湯底的 然後我覺得很清甜 是我喝的很順的那一種 我覺得那個辣是必產 喔 喔 這個快點到這五小時 太讚了 豬油拌飯 黃金咕咕 不行了不行了 這個太讚了 這是一套 一個set 有愛牛肉湯的set 我們從有愛街出來散步吃東西之後 新搬來的純藝人 就搬在這麼近的地方耶 這好讚耶 好清爽喔 很好吃耶 這好好吃喔 這好好吃喔 這四位 哈囉 我也是又又美的老闆對吧 對對對 沒錯 我本身其實就是攝影師啦 對不對 那就是 自己自己下可能會拍一些底片 所以就想說欸 就是在 自己有在收集這些東西 然後就把它變成 一個 一個店 對對對 那如果我拍那個的話 是你幫我拍嗎 對 就是我會把你們拍一次 這樣子 恐怖已經在這邊逛到不能自己了 我忘記我要拍影片了 超喜歡我 天哪 因為它本來就是收錄在我自己的口袋裡面 這邊就像一個小商店街 然後有不一樣的底片的店家 然後這是愛客法的底片店家 很可愛 都給了橘色系 橘色 然後樓上也可以用餐 可以點一點點餐點 然後是在 選一個你自己喜歡的商店 然後就在這邊 享受這個氣氛 然後你也可以到各家商店拍照 欸 歡迎光臨複製 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店嗎 我綠色系的 發現一個酷東西欸 我拍你 然後你拍我 我真的看得到你欸 我等一下手稍稍會拍 我等一下手稍稍會拍 我等一下手稍會拍 我等一下手稍會拍 被魏放上來了 來這邊拍著超級可愛的 到時候跟益博合作的話 他們也會有一組限量的 不一樣的合作套組 來找魏丸啦 一隻手稍會拍 有些其他人 我沒有想到去中間 這麼帥欸 今天就沒來提香一下 對啊 這間好店 我太喜歡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果果這樣子 我們來的這個旅行很特別的事情 除了是我精選的一些我自己喜歡的店家之外 我們還跟台南藝博會R-Time-None一起合作 他們的展覽是每年都會在台南做舉辦的 我自己覺得他就是一個有質感有品味的藝文的小台南旅行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歡迎直接複製貼上 一定要 這完全可以複製貼上 今年的展覽會落在2022年的3月11號到3月13號之間 快閃的展覽也歡迎大家在複製貼上的同時 把台南藝博會的行程也排進去 可以看看展覽有光光有質感的小店 然後最後再吃你喜歡的美食 很開心U.I.J.Hotel & Hostel再次邀請我 我必須說我自從在2018年住進友愛街之後 我每一次來台南我只住友愛街了 我說真的 這就是我們演中的台南 也歡迎你們來分享你們演中的台南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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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